瞄准目标发射炮火 解放军近期在浙东外海划射禁航区 郭郭郭防部研判 可能又要进行年度计划性的实弹射击操演 实弹射击的操演时间点巧合 因为就选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分别派出导弹驱逐舰强身号 以及巡防舰沃泰华号 例行性的穿越台海过后 而在操演前夕解放军10号又先派出共击 包含尖时在内的各种机型 总共17架次来扰台 不过这几年来军演扰台频繁 也让各国看见中国变得日渐武断 我国驻纽西兰的代表欧江安 接受当地媒体的访问 呼吁纽西兰也要正视中国的野心 欧江安直言中国在南海酝酿冲突 也借机对台发动实弹军演 可以看到中国日需武断 严重的破坏现状 因此呼吁纽西兰应该支持台湾 参与联合国体系 让台湾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就在同一时间 纽西兰政府也发布了 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当中指出 台湾的紧张情势 很有可能引爆冲突 欧江安也借此告诉纽西兰 不应该安于现状 而纽西兰专家也同意 欧江安的说法 认为中国对台威胁确实存在 纽西兰目前军队预算 虽然严重不足 但应该也为无法预测的冲突 做好更多准备 东西文国际中心综合报道